也说梦工厂,轮到我上场,我是谢卫林,目前人在古静撒捞月,我的题目是清晨六点半 网络上有太多关于清晨六点半起身的好处,其实简单来说,就是把握好一开始的时候 我本身是一名会计不导老师,我就是学生的清晨六点半 会计这门科目对于一名十五十六岁的青少年来说极其陌生 一门生意本该有的销售,本该有的开支,比方说员工的工资,店面的租金 这些词汇,一二个人都不曾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 可怕的像外星语,当然除了会计,还有物理,还有化学,还有科学 这些科目都是他们不曾接触过的题目 老师以足够的经验,浅白的解释,适当的引导,是绝对可以让学生们更好地把握好这些知识 只要学生可以把握好老师所教导的,那他们在将来成为专业人士,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学生们,你们所有的老师出现在你们的学习的道路上,绝非理所当然 所以,孩子们,请你们一定要珍惜你们的清晨六点半 感谢观看